握手握手再握手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忙着握手 接连接待三位贵宾 时隔四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来到北京见习近平 度过疫情黑暗期 李显龙这趟是为了促进两国交流 随着中国大陆逐渐放宽防疫限制 各国着眼庞大市场 想来分一杯羹 除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也到了北京 安华一开口就大赞 习近平改变历史 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 马来西亚也希望积极推动大陆一带一路建设 希望能有更多投资 到北京拜访习近平的还有西班牙总理桑杰氏 他和大陆商界领袖会谈 希望加强与大陆在贸易和双边旅游上的合作 至于日本外相林芳正也在2019年后首度访中 下周二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也会到北京 习近平接连见外宾 毕竟开放后的大陆市场 依旧对各国充满吸引力 TVB的新闻中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